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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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莎在比赛过去三分钟之后终于找到的进球的感觉 福特森杀入篮下的进球为广莎破荒 新疆杀入开局完美 但这样的状态并没有贯穿景节 胡金秋和林志杰接连打出反击帮助广莎迅速追赶理分 拉锯战中王子瑞和亚当斯接连冲进篮下得分 被新疆保持着领先 广莎随后不久再度打出进攻 李京龙的三分和赵天忆跟进上来帮助广莎追平比分 此后广莎大部分时间保持着微弱领先 不过最后时刻王子瑞快下上篮 帮助新疆以27比26领先广莎结束第一节 次节开局双方一通打铁 接近一分半的时间里没有得分 李京龙低脚空位三分帮助新疆率先破荒 新疆则在比赛过去两分钟后由明娜拉斯的罚球打破将局 广莎在开局依靠着犀利的反击 一直占据着微弱优势 但新疆在后半截找到感觉 明娜拉斯反击打成2加1 亚当斯个人能力突破更是所向拼命 加上李根的三分 新疆凭借一波12-4的攻势比完成反超 莫端新疆依靠着稳定的反击最多取得6分优势 不过胡金秋随后的进球和伯洛西斯的三分 帮助广莎重新追上比分 大场战法 广莎50比51落后新疆 休息归来 广莎依旧是率先进球的 福特斯为快下的照点号 送出助攻帮助后者拿分 新疆则依靠着孙同林的三分做出回应 坚持战中新疆一直手握着微弱优势 要当次连反冲击来下得手 不过一次突破不满 没能得到反规被吹罚的技术反规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新疆 孙同林和埃布都连续空气揽下的进球手助微弱领先 末段广莎手感有所消滑 新疆则连续打成反击 埃布都一个空气轻松找到空位机会 拿下两分帮助新疆取得十分的领先 末段李金龙的两季三分为广莎直选 不过在广莎启示期间 克兰白科技十三分帮助新疆稳住局面 三节战法 新疆89比81领先广莎 末节开局福特森继续带队打出反击 台义人连得7分的同时 助攻以金龙打成反击 广莎开局一波十三-二的攻势 帮助球队迅速扭转局面 暂停归来亚当斯突破惨遭胡金修大帽 不过王子瑞跳投为新疆破皇 但是福特森像开挂一样是不可挡 他半截时间11分的表现 帮助广莎战据上风 关键时刻要当斯也站了出来 他先造福特森为体 范围一回合拿三分 随后一次抛头和两次罚球 帮助新疆重新读位领先 最后的大决战中 双方依旧南风高下 福特森的反击将分叉追至一分看到希望 最后的对决双方连续打铁 福特森最后时刻强攻没能打成 王子瑞抢下关键篮板并两发权重奠定胜局 最终 新疆106-103立刻广莎 并送广莎战季第二场败仗 双方首发广莎 林志杰 苏若宇 胡金秋 福特森 赵远昊新疆 孙童林 阿布都沙拉木 克兰白克 亚当斯 王子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